好 那得獎的是 潘君倫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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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 恭喜 好 要進行的是 非盤爭奪賽的頒獎 大海賓覺得呢 非盤爭奪賽 讓你覺得也會 血脈噴張的選手 就是藍隊那個 顏宥婷跟潘君倫的配合 哇 天衣無貢的配合 君倫也來聊一下 這個非盤 玩非盤是已經是我 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因為我們這邊 所有隊友都沒有觸碰過非盤 所以這次的學習 他們都非常的認真 所以才有這樣的默契 可以在場上挑選 太厲害了 好 來 頒發呢 非盤爭奪賽 獲勝的是藍隊 謝謝 謝謝 多少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獎盃 要請問麒麟 MVP入圍的有 入圍的有紅隊的王家良 加油 他在水球給我的印象 真的非常的深刻 五福靈暖 五福靈暖攻擊的五球 然後在非盤也是 就是非常的拚命 好 還有入圍的呢 藍隊的潘君倫 潘君倫 好 入圍 歡迎下殺手潘君倫 對 因為他在水球的絕殺 然後剛好又飛盤 最後一個長傳也是他 幾乎得分啊 就是幫助隊伍都是 都有他的一份功能 對 好 那得獎的是 潘君倫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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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P MVP 入圍過十次耶 君倫 這次終於把這個MVP握到手上 而且也是藍隊久違的 第二座MVP 現在耐心有什麼感覺 我想哭但哭不出來 那用唱的好不好 這MVP對我來說真的 有來不易 我覺得這一次的MVP 是屬於藍隊所有人的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就沒有我在場上的感謝 也屬於紅隊的 因為有他們這麼強勁的對手 才可以激發出 我們藍隊所有的潛力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紅隊 來 來 謝謝 來 爽 真的很爽 我覺得我有把握好 這一次的結果 我也很開心是我的隊友 非常的信任我 我覺得這次對我來說最 最開心 然後我覺得最值得肯定的 只剩下6.2秒 藍隊的球 藍隊長傳前面 絕殺 最強 韓靜倫 韓靜倫絕殺 韓靜倫絕殺 剩下2.7秒 2.7秒 時間到比賽結束 藍隊6比5 拿下了水球比賽的勝利 潘俊倫跟王家良 今天的表現真的都非常亮眼 特別是我們的 潘俊倫的最後這一集 真的是振奮人心啊 也讓藍隊的最後一刻 取得了勝利 我的天啊 隨便 我們來看了 恍靜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